在星海川八二的世界裡面 如果不能夠多一點 蟲族的玩家 那就要人神共分了 各位觀眾朋友 六神鋼鐵人要對上的是 耀月太陽神 兩隊都是四勝三敗的成績 至於桃園噴射機 已經是五勝三敗了 在昨晚獲勝了 第一個取得五勝的隊伍 華埃斯白的三勝四敗 巨子雄是兩勝五敗 我是徐幹員 繼續為大家來做服務 而這個階段 為您請到的賽事獎評 我們則是蘇貝 張賢奇 蘇貝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蘇貝羅斯 是的 兩個四勝三敗的隊伍 要來一較高下了 那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雖然都是四勝三敗 但是耀月太陽神 他們 昨天也有突散 對不對 昨天是5月7號 禮拜六 1比3輸桃園噴射機 1比3輸桃園噴射機 但是耀月太陽神 目前是五隊當中 唯一沒有連敗過的隊伍喔 他們沒有連敗過喔 今天 就是不會難過連兩場就對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主要出賽的教練跟選手 我們的總教練呢 樂神這邊是帕克教練 他聽說也蠻厲害的 玩這個星牌 那包括了有白 還有灰 鬼手灰真的太強了 還有POWER 今天人族的選手也要出賽了 那耀月太陽神呢 則是總教練是宙斯教練 包括了你好媽 好哥哥 HRU 好阿悠選手 還有人皇 軟球 BOW 以及呢 我們的 Apple Apple 女色 哇 耀月是連兩天出賽 第一場的比賽呢 將是由 崇族的白 蔡俊白 然後對上呢是 好阿悠 梁永善 你好媽選手 那是 崇族的白 目前的戰績是 三勝五敗 今天很巧 都是同樣的連敗的對連敗的 白是二連敗 豪阿悠也是二連敗 對 禁五場兩邊一模一樣啊 對 禁五場兩邊都一模一樣嘛 最後都是一個 都是一勝四敗的情況 是 對 那至於白呢 他對戰的神族是 五成的勝率 六場裡面呢 比了六場對神啊 三勝三敗 那至於豪阿悠呢 他面對 崇族只打過兩次 一勝一敗的戰績 對 那他們將要交手的地圖是 太空總戰 對 太空總戰後 私人地圖啊 特色就是二礦三礦非常接近 需要留意的是 三礦旁邊的捷徑點喔 對 那中間的瞭望台 也是需要特別留意的一個地方 好 比賽開始囉 對 12點鐘方向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了 是熱身鋼鐵的白 使藍色的崇族 在12點鐘的方向 那緊接著看到喔 這是一個原點的一個點位 我們看到6點鐘 6點鐘是 要在太陽神 你好嗎 好啊 有選手喔 是紅色的神族 在6點鐘的方向 好 那一開始就是一個原點的開局 我們來看一下 那汪松現在慢慢飛 這飄得非常慢喔 是 非常辛苦 等到他飛到這個 那鬍子都打結了 這樣子 天都亮了喔 對 天都亮 是 不過呢 講到蟲喔 這個白呢 前天對華裔Spider 然後就是 他們上一場 原本也有機會能夠 第一個拿到5勝的隊伍 結果是2比3 出了華裔嘛 結果白是出戰了 第三戰跟第五戰 結果輸給了 Jazz跟Max 是 而且是第一次的蟲打蟲 是你 我回家有非常認真的 為了要對Snow Bay的負責 我去算了一下 是今年新海 是史上台灣的新海 職業電線聯賽 達到第76場 才出現蟲對蟲 太感動了 76場才出現蟲對蟲 達到第76場的賽事 才出現了蟲對蟲 這樣子 那大家可能要再等70 可能要再等70場左右 這個排列組合 三個種族這樣子 桌對蟲 怎麼會出現 這麼久才出現蟲對蟲 就是因為蟲太少了 人神共分了這樣 是 沒錯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 嗯 公兵在尋後 好不好意思現在尋到了 我們這邊是 我們看到的是 好愛選手的公兵後 尋到了這邊是白家 那好愛選擇是一個 水晶塔前置 那蓋掉的野鏈場 是一個二礦的一個開局 因為這張地圖 也是一張比較大的圖 那就是有四個點位 所以神族選手這邊 也可以選擇 大膽的放下二礦 看一下這個是野鏈場 這個尋到了之後 要放下的是冰 不對 也是主堡 有了 看下來了 二礦開局 嗯 那這個 呃 開空總戰 剛剛賽庭都被有說 這是一個原點 對 那對於蟲族來說 是比較有利還是比較吃虧啊 因為蟲也還滿想 喜歡打快空的 其實 還是說 因為它要趕快開二礦 也比較不容易被人家打到 對 其實這張地圖喔 因為其實四個點位 沒有特別近的點 嗯 所以其實對於蟲族玩家來說 並不會很介意說 在這張圖 就是出現一個原點或是近點 其實差不了多少 不過因為現在這個 這是一個原點的點位 那如果神族選擇搶二礦的話 其實蟲族會反而後 比較難做一個進攻 對 那我們現在應該是 等一下應該也是有看到 一化衝過來馬上咬人家 對 因為我們這個水晶是 不讓我們衝出來強礦用的 讓我們主堡要蓋的位置 剛好來 炸掉了 所以故意把車停在你們家門口 不讓你出門 對 沒錯 可能就把那個車給炸了 沒有 找警察來 對 但是不要等一下太久 所以自己派狗把它炸了 對 對 沒錯 這邊 白衣這邊採用了一個 蘇俄本的一個戰術 什麼叫做蘇俄本 哇 我們二礦都還沒有搶 我們已經升級了我們的主堡 這是一個攀爬科技 攀爬非常非常快速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表示他打算升級到我們的 俄本之後 可能會使用一些特別的一些戰術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俄本有比較厲害嗎 就當然是比一本多了一本 多一本 2減1等於 對 但是俄本在於說我們衝足 因為攀升了科技 能夠建造的建築物 以及蓋的冰種 都會比較多 對 還有升級的科技 也是比較先進的 可以蓋更多的東西 當然他就是已經先花錢了啦 對 就是要把那筆錢挪作 升二本來用這樣 是 沒錯 但是這樣就表示 這樣就表示我們在初期 其實經濟上 如果這招失敗的話 對於我們經濟是會有所損傷的 那這邊非常非常正常 對 而且你一開始 也不能夠生太多 這個一滑手 你太生太多狗出來了 反正這邊是狂戰士 一個人狂奔向前 對 跑得非常遠 我們從6點1路狂奔 現在來到這邊 一人不和大打出手啊 好 這個先 大家到這邊 喔 蟲子帝王 我們之前已經看過 這我們常稱的叫蟲洞 對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把冰直接傳送到 另外一邊去的一個建築物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蟲子帝王 有啦 真的都被有講過 但是我忘記了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蟲子帝王 這個建築物在於 我們升了之後 只要我們有另外一邊的視野 我們可以在另外一邊打開 蓋另外一個蟲子帝王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傳兵到那邊去 所以它類似像神族的可以傳兵 我們常叫它傳送門 傳送門 好重組的 對 我們常說 來了 這個要蓋了 但是被發現 這一開始就會發現了 蓋不起來 這個應該是蓋不起來 我們拉了大量的工兵 挖過來 好了嗎 沒有 好 這樣子蓋一個建築 我們損失的就是110塊 100塊錢以及100塊的瓦斯 那時候是經濟是非常非常傷的 之前Max使用過一次失敗了 對 對 對 我之前也只看過一次而已 就真的是失敗的 而且它還不死心 氣而不捨 一而再 再而三 然後蓋了三次都沒成功 是 那如果這邊 就變成說 哇 又被發現了 哇 那這一個非常非常痛 又被發現了 哇 這工兵非常忙碌 大佬有沒有發現又過來了 又過來幫忙 但是 有沒有辦法蓋一次 好 蓋不起來 哇 這個7到1都不行 失敗 對 我們再次失敗了 因為我們第一個蓋的位置 被對方的水晶塔看到 那我們後面蓋了 其實對手有所防備了 就等於就都沒有辦法成功了 那這樣子對於白猴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我們現在看到雙方的工兵 雖然差了12隻 那對於 你好媽選手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現在科技也攀升了 差不多要開始輸自己的兵力了 對 不過真的講到你好媽 梁永善選手 今年28歲的梁永善 7勝5敗 5x83的勝率 一開始5連勝 而且敗人品敗非常爽 都有排字什麼的 但境況真的不好 他跟白一樣 最近5場都是1勝4敗 都是2連敗 那2連敗也是你好媽 本季最長的連敗 是 那這兩個人的境況 甚至呢他們 兩個人的前一場的出賽 兩場都輸嘛 才2連敗嘛 對 沒錯 就是 都是一天兩敗 對 都是一日兩敗啦 像昨天呢 他輸給了Casim跟GO 第四戰輸給了GO 也是使得 隊伍呢就輸掉了比賽 1比3輸給噴射機 是